好 欢迎回来 每年夏天全美各地都举办了西瓜节活动 来庆祝水果丰收 顺便消消暑 像是南加州华人居住密集的 姚凯丁亚市7月19号还有20号 一连两天就要举办西瓜节 庆祝活动 欢迎民众来品尝西瓜之外 并且参加趣味精英赛 体验不一样的美国文化 打出无限量供应西瓜的口号 连续开办53年的西瓜节 预计2014年人潮强强滚 不只因为南加州热浪来袭 气温可能创新高 一口咬下冰凉的西瓜 又甜又可口 吃下肚更是熟气全销 不只夏天吃西瓜特别美味 许多城市还会举办多种趣味活动 像是西瓜舞表演 来鼓励社区民众一起同乐 除此之外 还有切西瓜比赛与吃西瓜比赛 甚至可以像这样 玩起西瓜橡皮筋比赛 看看到底是哪一颗西瓜 可以承受最多条的橡皮筋 也是无限欢乐 南加州华人想把握剩下 与亲朋好友留下甜滋滋的回忆 记得7月19号与20号 上午10点开始 前往阿卡迪亚市的圣塔安娜公园 从6号门入园 对活动有兴趣的民众 欢迎上网查询 东方新闻用至李中瑶 在洛杉矶的中央